请收看 维新世界 维新圣教 易经大学 一经是大学 大学在易经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 欢迎收看维新圣教 易经大学 我是维新圣教中物研究发展中心主任袁新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 行道的初衷就是养贤蓄财 正名欲得 高尚旗帜 天下太平 混元禅师继承了鬼谷文化思想 中华文化道统的瑰宝 古圣先贤的智慧结晶 开创了七千年来的先驱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 揭开千年来易经风水的神秘面纱 在台湾各乡镇及世界各国开班 弘扬易经风水学 以达天下太平 世界和平的本愿 我们今天在维新圣教易经大学 这个节目当中继续邀请到 我们最喜欢的易经大学的校长 原艺法师 田立伟校长 来跟我们继续分享 易经大学的教育理念 校长好 好 主持人好 是 观电视机前的善性大德大家好 校长 我们在上一集 最后有讲到八德贤士 八德贤士的谷位24年 但是24年不是一个人生的全部 再上去还有再进阶 那校长请问再上去还有什么呢 善性大德主持人问这个 那我们还是要从八德贤士来讲起 要进入维新圣教的易经大学 有一个叫做初级班 初级班就是两年 两年就是由法师讲师来带 就是做最基本的 这个五行 纳甲 生客 六寿 六亲 等等最基本的易经的基本 以及风水 从青龙白虎 朱雀玄奴 从这些来讲 两年 经过两年的基础 这两年还是要经过考验 你福分够不够 你缘分够不够 你的心境对不对 如果都可以了 你就会自然会进入正期班 正期班开始要三年了 我们初级班就是忠心贤士 忠就是忠孝仁爱那个忠 心就是心理 心法的心 忠心贤士 再来经过三年的陶军 就变成孝心贤士 孝心贤士就是从最基本的 这个学习之后 再进阶一点 再把初级班所学的 再做一个比较详细的 易经也讲 风水也讲 苏妇的宗教 心法也讲 这样经过三年 再进阶 忠孝仁 再来爱一直进去 这个每一个三年 那所学的就一直高升 一直升 易经 最可贵的就是 用意跟结果 在社会上 所教的易经都是 文学易经 文学易 微信心 圣教所教的就是 应用意 你现在最流行就打疫苗啊 哇 这个打疫苗啊 你看 死的死 伤的伤 微信心教的地址 只要你有来学 都不会受伤 也不会死掉 你看多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用意啊 所以 来读易经大学 师傅告诉我们 这种非常宝贵的法 保家 保平安 保事业 保健康 这种大法 要去哪里找 要去哪里找 而且这个法是 学无止境 为什么学无止境 你不要小看 一个风水学 风水学 非常高深 不是一般想象的 想象的一个房子就看起来一个大门 一个后门 一个炉灶很简单 千变万化 多得不得了 一下子人家在你的府边建立一个大楼 一下在你的后面建立一个大楼 一下前面人家挖一个水池 一下旁边做一条路 一下府边挖一条沟 什么都会影响到你家 你要怎么办 如果说你住在乡下 一下那边在破产 一下那边在种菜 又动土 又喷 又喷农药 等等 太多状况了啦 你不来写 一下子就惨了 所以这八年 就是一边写 一边深造 一边打平安 如果说你还很年轻啊 三十岁啊 像我进来的时候也是三十几岁才就进来了 是不是 我不是很老才进来的 我小孩子就是两岁 一岁两岁我就进来了 就一直学 学之后 从忠孝仁爱心理和平 学到平心闲事就不得了 二十四年 老祖师尊 告诉我们要主持 组一个团队 叫做平心闲事俱乐部 哇 这不得了耶 这个俱乐部都是 自己都先啦 就是一个先群 先班 这一群都是先班 做一个俱乐部 大家互相勉励 互相鼓励 互相关爱 互相来照顾 互相来提拔 一直 晚辈一直上来 到平心闲事就不得了的 每一个果位 在天上界就是一个阶层 如果你忠心闲事在这里 孝心闲事一定在你的头上 你若到孝心闲事 人心闲事一定站在你的头上 你要爬上去 还早 你要知道 在人世间修行一年 在天上界要修行一百年 你才能够达到这种果位 为什么 书告诉我们 我们人在人世间 有眼耳鼻舌 而且有很多魔障 是不是 社会上很多 很多 这种引诱你的事情 在天上界都没有引诱 反正大家都是 也没有眼睛 也没有鼻子 是不是 就是很自然一直成长 在人世间 都是让你修炼的 所以 你现在不赶快来读 等到你八十岁了 没来啊 十四 那么老就才要来 再来 你现在不来 一下就过十年了 很快 一下就过十年了 我以前都是三十岁四十岁 我到五十岁的时候 我自己吓一跳 我怎么五十岁了 我怎么五十岁了 我还一直觉得 我很年轻 同样你也一样 你不要以为 你就只有三十几岁四十岁 一下你就六十岁了 一下就七十岁了 哇 这时间都不停的 一直跑 所以要来玉京大学学习 要赶快 当下即逝 你再想一想 没有时间了 你说等你的孩子长大再来 你没有机会的 你不要等到你的孙子长大了再来 你没有机会的 你说我现在很痛苦 我现在生病 等我病好再来 没来啊 就是病才要来 一边生病 一边吐拐杖 就是赶快来 你说我现在很顺啊 我现在 哇 春风得意啊 春风得意赶快来 因为这样子才会继续春风得意 不然等到摔下去了 要再爬起来 没有机会了啦 没有机会 所以书常告诉我们 你要来玉京大学 当下即逝 你看到今天我讲的 马上就去报名 你在隔天报名 你就太晚了 就没有机会了啦 所以要把握时间 因为岁月如梭 对 对 越早进来 得到果位 果位是越早的 先搬名助列 就像我们老祖金里面开市的 我记得师傅还有开市说 因为我们现在平行贤市 有一百多个了 一百多位 二十四年已经满了 那平行贤市再上去呢 还有更高的果位 校长那是什么呢 要多久 我们来这边学习 你要更高果位 首先要读私讯班 你要花怨 要来弘扬老祖的法 你要弘扬老祖 你先私讯 私讯 就会得到 准讲师 也会得到讲师 也会得到法师 这个也是一个训练团队 还有一个博士 签建博士的团队 这要读多少 读八年 你看 世间的博士哪一个读八年 微信是这样的博士 而且我们的博士 每年要发表论文三万六千书 每年 不是说毕业才 没有没有 毕业还没有 每年要三万六千书 等到最后一年 八年的时候 要交二十四万书 最少 但是三十六万书的 几乎都三十六万书的 比较多 我就是五十几万书 五十六万书 那个论文 这么大本 是不是 天剑博士 你天剑博士之后 还在学 还有 在八年 就读这个 圣心 圣人的圣 圣心贤士 圣心贤士出来 在八年 佛心贤士 对不对 佛心贤士 你 读完了还没有死 好 再读 对不对 自己读 还有 然后主还有课程 是不是变成金仙博士 金仙 大罗金仙 那个就已经 不得了了 那个境界非常高 我们所有 义经大学 就是一方面 学习智慧 一方面保家 保平安 所以老祖书中才有讲 有一个叫做 大家学习经 是 我们录影的当下 是仁影年 2022年的中秋节 我在这里先祝校长 中秋节快乐 你也快乐 你也中秋节快乐 校长好辛苦 中秋节还来录节目 校长是24小时 全年无休 跟我们的师傅一样 来开创 义经大学 这个伟大的教育事业 那我们录影的地方 就是校长的办公室 这个是校长的座位 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 这个法脉传承图 是宗主颁发 然后特别给校长 在这边当作一个 正办公室的一个 权威的象征 那我们现在请校长 来跟我们说明 这个法脉传承图的 真实意是什么 好 谢谢 我们这一个法脉传承图 你看中间就一个九龙柱 这个九龙柱是不得了的 这个九龙柱是 瑶瓷金木的龙杖 瑶瓷金木的龙杖 为什么要有这支九龙柱呢 因为台湾 在汪洋中 飘破了一条船 有这个九龙柱 叫做定海神针 就是台湾 有这支九龙柱的出现 让台湾开始安定 不然以前我们台湾的人民 都是移民美国啦 土耳其啦 什么巴西啦 哇 太多了 跑全世界 说台湾不能住 现在都回来了 为什么 因为有定海神针 这个定海神针 你看看这个图 有九龙耶 九龙 九龙 碎上面就是九龙 下面这个柱子 就是每一个道场 微信圣教的 四十二处的道场 每一个就是道场 一格一格就是一个道场 也就是所有 医经大学的学院 都从各道场出发 往上走 往上走 什么往上走 你开始来学 中校忍耐心理和平啊 一直学一直往上 你看 这九龙柱走 后面就是一个 先天八卦 先天八卦 就是整个维新 圣教义经大学 就是用这种八卦 就是义经 来传授妙法 来用这个义经这种智慧 来打开每个人心灵的 这种智慧跟光明 让你一直往上走 往上爬 有两个团队哦 一个就是义经大学 一个是维新社交学院 义经大学是内政部哦 核准的国家核准的 社会教育 一个是教育部核准的风水学院 有两大 一个是宗教 一个是学术 宗教与学术 宗教来包容学术 学术来成就宗教 你看老鼠师尊多大智慧 我们的师父多大智慧 全世界没有一个宗教 用这两个大团体 来成就每一位修行者 从内政部的这种社会教育 又从教育部的正规教育 两大体系来培养出 义经大学的学生 名指是学生啊 其实是修行者啦 所教的 不是学生的教法 是来接法 每个学员是来接法 接平安之法 最后 不是学习而已哦 最后要成为九龙 最上面的是九龙 我们上面有写的宗主 宗主就是我们一切总导师 祂是总导师 祂带领的所有学员 一直往上爬 爬到最后每一位 一经大学的学员 都要成就九大菩萨 拿九大菩萨 首先就是王禅老祖 这位大罗金仙 第二位就是观世音菩萨 第三位就是阿弥陀佛 第四位就是释迦摩尼佛 再来就是寄宫古佛 再来就是神龙大帝 又成就东方妖师佛 再成就地藏王菩萨 第九尊开山主书 这九大菩萨 每一位菩萨都是神火 就是佛中之佛 神中之神 每一位学员 不是光学而已 还要成就 活菩萨的国位 这样子 刚才校长跟我们分享 跟我们说明 这个法脉传承图的真实意 我们所有的道场 就是这个中流砥柱 一直果位往上 一直自我提升 到最上面宗主 上面是九龙 在上面还有一个猪 九龙拱猪 请校长告诉我们 这个拱猪的这个猪 意义是什么 好 谢谢主持人 那个猪就是地球 最后要九龙菩萨 带领着所有贤士同修 要来让地球成为 天下太平 天下太平 世界永和平 这个任务太困难了 你看现在物二还在战争 一下子又哪个国战争 到最后就是真的 都不会战争 这个要很大的法 不是喊口号 为什么 因为 要有法 而且 不是洋人平安 引界的要平安 引界的不平安 会牵涉到洋界的人不平安 所以最后 由九龙带领着 所有的 意经大学学院 大家来共同成就 地球 天下太平 世界永和平 这样子的意思 是 谢谢校长的说明 感恩校长 谢谢你 维新圣教创教宗族 混元禅师 弘扬中华文化 易经风水学 已经四十年 在2021年的三月 混元禅师荣获联合国NGO 世界和谐基金会 颁发世界和谐 杰出贡献奖 他对台湾和世界和平的贡献 受到国际的肯定 我们欢迎十方善信 加入易经大学 学习古圣先贤的智慧 共同传承和平的中华文化道统 易经风水学 我们今天很谢谢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校长 原意法师 谢谢法师 阿弥陀佛 我们也祝各位观众朋友 平安健康幸福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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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